HELLO 大家好,這段時間歡迎大家回到我攝影獨白Channel 這樣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會跟大家講一下攝影書 我早一兩條影片曾經推廣過 Steve McCloud這本書 這本書使得我們焦頭爛額 不單止我們最近才發現 為何這次我們這麼焦頭爛額 其實這本書真的相當厲害 大家好 真的要再次和訂了這本書的朋友道歉 為什麼呢? 當時我拍的影片都說我們拿到五本書 我覺得很棒的這本書 供應商願意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買給大家 當時第一批只是說630元 結果這本書是被人秒殺了 差不多在首播期間已經訂到爆了 後來我們再和這個發行商 希望再加貨 他大幅度加價 我們被迫 其實書未到手 被迫一邊下order 給他一邊和大家說 加到680元 其實真的很便宜 第二批是虧的 一個加價不止這50元 結果很失望地 我們在之後那兩天 收到出版商的通知 這批書不能夠發給我們 為什麼呢? 他的理由就是這本書 其實他們的授權 即是版權 已經是過了期 根本不可以賣 他只能夠一本一本 偷偷地出貨 我們買了五本 使得他們驚覺 即是中間那個 化妝商 就加價了 以為拿到書 誰知出版商不肯賣 突然這麼多人買這本書 他擔心太陽 結果他寧願Destroy這批書 都不願意賣出來 所以這幾天我們不停地做 通知訂了書的朋友 退款 那 OK 幸好 那五位訂了書 那 我真是幸運而 為什麼呢? 我們檢查一下這本書 為什麼 這麼受歡迎呢? 那我們去亞馬遜 檢查一下這本書 的英文原版 我發現這本 英文原版 已經的價錢 是賣到 兩百幾元美金 真的兩百幾元美金 就是炒價來的 Amazon 這本書買到兩百幾元美金 就是 接近兩千幾元港幣 英文版都要 所以 為什麼中文版 這個價錢 這麼搶手 這個原因 真是不好意思 再和我訂了朋友 我們要退款的朋友 說聲不好意思 OK 為了答謝大家 我今天都有好書介紹 OK 講好書之前 先講一下攝影故事 不然就是賣書 不行 我早前 在我的Facebook 貼了一張照片 就問大家 對這張照片的看法 怎麼樣 結果很多朋友留言 那張照片 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我放給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 其實是一張 很多人都看到 其實是一張 後製的照片 這張照片 大概是 有一個 穿著西裝骨骨 地上擺了公示包 重點是公示包 那張照片都凸出來 然後呢 他搭了一個 浪衫 浪衫繩的東西 掛了一張很大的布 畫一個很漂亮的風景出來 當然呢 是Photoshop合成的 然後後面的遠景 就是一個相當空氣污染的 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呢 就 和前面那個 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當然呢 整張照片都知道 是拍攝加後製的 就是整個意念 那這種呢 就叫做觀念攝影 OK conceptual photography 那這張照片呢 其實是一個 在一個 創意比賽裡面 拿到年度大獎的一張作品 那當然呢 有些朋友很欣賞這張照片 有些朋友是 不好欣賞 不欣賞這張照片 那無論你欣賞不欣賞也好 我這個Post 其實跟大家介紹 這一種就叫做觀念攝影 在攝影上呢 就是我教攝影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我歸納攝影 其實有三大方向 一二三 第一個呢 是最基本 最多人玩的 是 畫意攝影 我叫他畫意 實際上是一種 觀賞性的攝影 那畫意攝影 在攝影藝術上 是有他的意思的 那大概是 這個是 上兩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名詞 那 這種觀賞性的攝影 只有一個靚字 只是講求靚 當然也有很多 很有水準的照片 那這種就是 第一種是觀賞性的 第二種是幾實性的 幾實性也是在攝影上 有一個特定的意思 我是這樣叫做 而已 第二種目的是 紀錄一件事再表達出來 例如一些幾實攝影 Documentary 街拍 新聞攝影 甚至這些護照相 其實也算是一種紀錄式的攝影 這是第二類型的 OK 第一類型 先講留著 第一類型 包括所有的畫意相 所謂沙龍相 影風景 不管哪裡的風景 那些 第二種是 在講幾實攝影 第三類 就是近這十幾二十年開始 很流行的 就是觀念攝影 所謂觀念攝影師說 是把攝影師 一個藝術家 他有一個想法 他將他的想法 付諸實行 去創作一個影像出來 無論這個 幾實攝影 幾實類型 或者是 觀賞類型 這兩種相片 通常都是觀察發現拍攝 OK 或者觀察發現捕捉 是觀察發現 即是說 現省有的景物 你怎麼拍到它漂亮 或者現省有的景物 你怎麼拍到它能夠 還原它的真實 OK 但是這兩種 這兩種都是現省存在的 但是觀念攝影 在現實上是不存在的 那件事存在 但是那個景不存在 所以這些攝影 這些藝術家 他們通常不會覺得 這些藝術家 這些藝術家 他們就會 想一下怎麼創作出來 包括找演員 找場景 找服裝 找化妝 找燈光 拼出來拍出來 那麼 自從這個數碼年代 這種相片會加上 這個數碼的合成 創作 所以就形成了 這種創作性質 我們叫做 叫做 構成式攝影 叫做這種 構成式攝影 觀念攝影的目的 當然 西方的 和東方的觀念攝影 是有不同的 那麼這張相片 很明顯 是一個 在諷刺一些商人 為了賺到盆滿 撥滿 拿一些虛假的東西 就是假的 這個 很美的天空風景 掩斃了 他污染這個世界 那種 卑鄙的行為 這張相片是來 諷刺他們的 所以這張相片 是拿獎的 這個意思 那麼我相信這張相片 是會在這個比賽 創作 創意攝影比賽裡面 是屬於 觀念攝影組 但是我在觀念攝影組 找不到這張相片 可能他們抽出來 拿大獎的話 就不會在那組 那裡 那麼今天呢 我要介紹幾本書給大家 都是要介紹書 沒辦法 OK 第一本呢 就是 這本是絕版書來的 應該也是相當值得看的 《這就是當代攝影》 OK 《這就是當代攝影》 這本書呢 我是極度推薦的 我手頭不多 手頭的 這本書呢 大概是有七八本 是最後的了 你完全是供應商都沒有了 OK 手法有 這本書呢 當時我是買英文版看的 這本書很值得看 是一本經典的攝影書來的 你想了解一下現今世代的 真是文化藝術圈 怎麼看攝影 OK 怎麼理解攝影的話 這本書是很有幫助 所以我極度推薦 但是手頭上只有七本 賣光就沒有了 那麼第二本書呢 我想跟大家推薦的 就是這本是攝影的本質 這本書也是相當暢銷的 就是很多朋友買的 那麼這本書呢 也都是 我們 也都是有十本在手頭 現貨有十本在手頭 那麼這本書正在怎麼樣呢 這本書是 我經常說什麼 是觀察、發現和拍攝 我是說觀察、發現、捕捉 因為幾十照片在街頭上 那麼 其實呢就是觀察、發現和拍攝 這本書是教我們怎麼看事物 怎麼觀察事物 然後怎麼在從中 發現它的意義所在 怎麼去由我們的視角 化為一個影像的拍攝 這本書相當正 如何透過有意義的觀看事物 傳播我們的攝影概念 OK 如何創造出有永恆攝影影響力的影像 就是這本書 激發自己對攝影的熱情和創造力 就是這本書的目的 這個作者是一個相當有料的 外國的攝影廣師 這本書是相當好的 OK 不要緊 手頭上有幾本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這本書 第三本我跟大家推薦的 就是這本 Creative 52 曾經斷了視的 最近我們也找了幾本回來 這本書是 給大家看看裡面 是講很多不同的拍攝題材 怎麼投射主體 怎麼崗毀人像 極端的角度 超廣角怎麼處理 每一頁總共有一個拍攝方案給大家 怎麼拍背光的照片 怎麼拍高調畫 對於新手來計 這本書是很多idea在裡面 所以大家看看 如何開創我們對攝影的看法 就是這本書的內容 總共有52個idea給大家 這本書是不錯的 這本書 相當好的 OK 不錯的這本書 第三本 第四本 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一本 也是很多朋友 request的 曾經買過的書 星空攝影 很專門的技術 現在這本書是教影星 我們覺得影星的書裡面 這本我覺得是日本攝影師寫的 中西朝紅 這本書是做得不錯的 這本書 在裡面會講影星的方法 影星的相機設定 影星要注意的配件 來用什麼filter之類 那就是 教你們怎麼影星的東西 那一本 我也是很專門的書 影星不是我的興趣 OK 但是我推薦給喜歡影星的朋友 去看這本書 特別是新手你想學影星的話 這本書是適合你們看的 OK 今天最後一本推薦的書 就是我的第一本風景攝影 今天為什麼要介紹這本書呢 因為有 不只一位朋友都問過我 究竟風景攝影推薦什麼 影風景又是另一種書 這本書是說影風景後製方法 用lightroom去怎麼處理你的raw影像 這本書也是日本攝影師寫的 除了講他怎樣拍一些正的風景照之外 也要教大家怎樣在後期製作裡面 使得你的風景作品更加出色 一本相當有參考價值的書 特別是對攝影新手來計 你怎樣有時候拍風景相 拍出來都是不夠作品的感覺 這本書就是教你怎樣 將你的風景相變成攝影作品 OK 今天跟大家推薦這幾本書 也講了當下其實攝影是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攝影其實應該有一個 開放的一個想法 不要說只是保守著自己一個 對攝影的看法 以為攝影只是操作相機拍照 其實不是的 Shooting OK Shooting只是photography裡面其中一種 OK 一部分 攝影其實包括shoot之前的想法 也包括shoot之後的後期製作 所以攝影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記住photography我們不能用中文攝影 攝影過來 以為是一種動作 其實不是的 攝影是一個中文名詞 英文是photography 用光去做畫 用光去做畫面出來 OK 不一定畫畫畫 用光去做畫面 用圖畫出來 所以 包括事前的思考很重要 我們怎麼看這個世界 我們怎麼看事物 我們怎麼看 怎麼把我們的視角 化為我們 一個畫面出來 當然是 包括拍攝 以及後製 很重要 OK 今天就分享 是這麼多 OK 這批書也是手快右 我不想再出現 steel mcclary這本書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進入這本書 OK 當然了 久不久我會推薦這本書給大家 因為今天為什麼要推薦這本書呢 剛剛才合作了很多東西 但是確實有些朋友 希望我每天都 即不是每天每條片 都可以介紹這本書給大家 當然我不可以把這本書 慢慢和大家細讀 OK 因為很浪費時間 看書是要慢慢看的 OK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買我的書 在上個連結就買到了 供應商已經將我們 原先五十幾本書 這兩個星期 擴充到八十幾本書 八十幾本值得看的攝影書 簡直是一個攝影書展 OK 我相信你們去香港的書展 很厲害 在裡面都很難找到 有八十本不同的攝影書 所以上這條連結 就當作看書展 你不一定光顧 你想上高看看 現在有哪些值得看的攝影書 好嗎 當然了 我當然希望你買 另外畫面上高 有另一條連結 就買到我推薦的 賽斯鏡頭紙 Carol Size 不用多說了 大家明白Carol Size 是一個很棒的光學公司 這個Carol Size 出的德國配方 可以很有效地 清除鏡頭前面的手指印 油污 如果你有塵 最多的東西先噴了 它是一種微塞的 這個是鏡頭紙 你可以在你的相機袋 日常帶幾張出街 有很差的拿出來 除了擦鏡頭 還有擦手機 擦眼鏡之類 都可以的 如果你手快的話 一張紙可以擦完鏡頭 擦眼鏡 擦手錶 擦螢幕 都是一張紙 什麼價錢呢 一盒200張 只是賣200元 而且是包運費 200元的價錢 包運費 這種鏡頭只是50張 在眼鏡店 香港眼鏡店 在賣的 50張張 它買的價錢是80到100元 即是你買四盒才是200張 四盒的話 就是432 300多 400元才能買到200張 大家跟我買的上高 200元就買到200張 便宜了一半 最多可以 OK 即是說每一次擦乾淨的鏡頭 即是一元 一元現在是什麼概念 不是 差不多 OK 上個就買到的了 現在仍然買三盒鏡頭紙 送一條爬山星相機帶 買六盒的話 就送夠兩條 顏色可以讓你選擇 OK 有幾種顏色可以選擇的 OK 上上個連結就看到是什麼顏色了 OK 分享到此為止 霸了兩個地方 OK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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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